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延宕超过半年 15号终于在北京召开 同时统计局也发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年增4.7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 不仅创近五季新低 也显示中国经济发展放管 经济阴影笼罩 外界关注本次会议将通过什么样重大政策 以及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官媒新华社却率先发表余万字特稿 首次以改革加称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还将他笔尖开启改革开放时代的 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疫情以来 整个外界普遍认为 今年的第二季度表现 似乎是越来越差 那这也体现出来 整个中国的内外局势 其实遇到了相当的瓶颈 官媒将习近平视为一个改革者的话 那我想他的主要的用意 因为从今年两会 三月份的两会所提出的薪值生产力 不应该是用过去初放的 或者是所谓的旧三界 特别是衣服啦 成衣啦 或者是家具啦 这些所谓的劳力密集产业为主 而是他认为要过渡到所谓的新三界 太阳能产业啦 或者是这些电动车啦 或者是锂电子 所以就官方或者是就整个中共党国的这个论述呢 他认为习近平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而且是更为强调所谓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道路 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论述 当然跟人民是有相当的一个落差 或者是官方所谈的标签呢 其实人民是不买单的 三四十年来呢 共产党的一个执政的合法性 或者是正当性的基础是来自于他对于经济的表现 也就是说他提高了人民总体的财富 可是随着这个过去疫情以来经济的困境呢 那其实他越来越让老百姓认为说 中共似乎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提升所谓的人民的幸福感 政府无法在经济层面回应人民期待 过去宣扬的东升西降变成空上 也让中国人从过去的躺平进一步延伸出历史的垃圾时间论 还有财经人士提出千万别在垃圾时间里投资等 而眼看这一论述不断发烧 且明显与中国畅想光明论背道而驰 让官媒急于出手反击 北京这一报就撰文痛批 这次强行跑制焦虑 更只称有人借题发挥来看衰中国 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直观的感受 跟老百姓的生活 老百姓所期待的 所谓的全面脱贫后的一个生活 特别要从疫情走出来 他们认为已经是没有希望了 已经是变成是当韭菜哥 另外我觉得也可以从六月份 有两次的重要大会里头 中国官方有下发了一个 所谓的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这个纲要是作为2024年 今年到2028年 中共在选拔党政领导班子很重要的一个建设的纲领 一个重点就是既要去强调所谓的斗争 另外一个就是忠诚 这是对于党政干部 它其实会有相当警示的作用 也就是说现在的地分政治的气氛 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积分 你可以看得到习近平以来 他已经从李克强到李强 他的经济的大权由他来掌握 而且对于军队 对于所谓的党政领导的干部的选拔 他其实都强调都是要忠诚 经济工作其实不是当前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重点 学者分析习近平口头上不断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 但所有措施都指上集权才是唯一目标 此外更将所有资源集中国企 也导致民营企业越来越骚条 纽约时报就直指 习近平想重拾民众与海外投资者信心 恐怕不乐观 因为习近平一直拿着大贪腐来作为他的忌器 所以其实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辅助的项目都会回到国有企业 私有经济私营部门 其实是不被政府高度的重视的 而且过去几年已经有出现所谓的公私合影 等于说私有经济已经不活络了 即便马云被找回来开三中全会 即便这些外资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引述一名中国前高官说法 预测本次三中全会后 习近平将继续坚持党管一切 金融去风险技术自力更生等产业政策 即便在应对经济困境上会有所作为 也只会是小幅度的逐步改进 而非大幅突破 记住我信仰采访报道